今日说法 山区小城潜伏着神秘的毒贩 做好酒苹果 所供应毒品 赞能复天现有大概有一把 有些人朋友说这个人是男的 有些人说这个人是你的 毒贩健身 为何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今日说法 为你播出毒苹果 大家好 这个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年8月4日 福建省仙游县公安局禁毒大队 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 说是有人正在一家宾馆里面吸毒 警方立刻赶到了现场 循着这条线索 警方最终将这起案件破获 但是当案子破了之后 办案人员的心里 却有这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发回报道 2009年8月4日深夜 福建省仙游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侦察员 根据举报线索 赶到了当地的这家宾馆 很快 吸毒人员林某被侦察人员当场抓获 林某始终不交代毒品的来源 不过侦察员在林某手机的通话记录中发现 当天一个叫苹果的人频繁的和他联系 我们现有一大半的病毒 是从这个绰号叫苹果的游入我们现有市场的 但他的题目特征和寻众我们都没法确定 原来从今年年初开始 仙游警方发现当地突然出现了一个 绰号为苹果的女人 在频繁的进行着毒品的交易 并很快就控制了仙游县近一半的冰毒市场 但是由于苹果形踪诡秘 警方除了知道她是一个女人 绰号叫苹果外 对其他的信息一无所知 那么林某手机中这个苹果 会不会就是警方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神秘的贩毒人呢 然后我们就不断声色的问这个林某 就这个人是谁啊 林某说这是我结义的妹妹 那我们问他干嘛联系啊 他说他说等一下要过来往 难道事情真的就像西都人林某所说的那么简单吗 林某和这个苹果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为了查明苹果的底细 侦察员决定将计就计 守株待兔 大概等了有到下半夜有两点左右 林某的手机响了 就是苹果打过来的 就是说在交易经济 今天晚上我就看在这个结义哥哥的面上 我就给你送过去 当时我们就很高兴 苹果告诉林某 他会乘坐出租车 赶到先游行的郊伟镇和他进行交易 而他电话中提到的货 会不会就是毒品呢 于是侦察员随即赶到了约定的街头地点 这台有7.73克 这台也是比较大的 有10.5克 警方当场从抓获女子的身上和出租车内缴获了冰毒40多克 马骨8例 毒资人民币1万多元 港币3100元 这是先有警方今年破获的最大一起贩毒案 不过当侦察员抓到送货人后 却有些失落 哎呀太年轻了 根本不像一个老毒患者 我们当时就怀疑 是不是我们抓错人了 这个人会不会是苹果派过来一个普通的那个送货人 警察明 女孩是先由当地人 今年还不满16岁 但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女孩交代 她就是警方一直苦苦追查的神秘的贩毒者 苹果 这个声称能顶起天大的事情的女孩 就是凭借什么控制了当地冰毒市场的半壁江山 在看守所 记者见到了苹果 本以为16岁的孩子是很容易沟通的 但记者的提问却被认为是不专业的 经过一种资深贩毒人士的姿态告诉记者 他不但有可靠的毒品来源 而且对毒品的好坏 纯度有着超强的鉴别能力 经他的手流入市场的毒品质量都很好 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和他交易 那他小小的年纪又是怎样染上毒品 进而贩毒的呢 我那么小的时候我妈就死了 我妈忙我她在做那个石块嘛 就搬石头嘛 然后我爸出去赌博嘛 然后我妈回家的时候那个水也没烧饭也没煮 她肚子饿了又很热 她气不过我然后就会弄药食了 听我说自从母亲去世后 她的脾气就变得很古怪 本来还不错的学习成绩也变得糟糕起来 2005年就在苹果读完小学生入初中的时候 她的父亲因为非法砍伐林木被判刑 这让本来就厌学的她有此辍学 一个16岁的孩子真的如她所说那样 因为有着不幸的家庭而变成吸毒者的嘛 在位于先游县城东北部 平均海拔600多米的偏远山区 记者来到了苹果的家 记者赶到的时候 苹果的父亲刚从山里打杂工回来 如今自己的女儿因贩毒被捕 做父亲的一定会很伤心吧 苹果父亲的态度让我们很是意外 他居然带着微笑和记者了解了自己的女儿 苹果的父亲说 女儿确实从小就没了母亲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了 自己对女儿的打骂教育早就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加上自己服刑结束后又常年在外打工 对苹果更是无法管教 甚至连自己女儿跑到哪里 他做父亲的都不清楚 苹果父亲的预感和女儿这次被警方抓获 仅仅相隔了几个月 苹果的父亲认为 除了家长和女儿自身的原因之外 过早的辍学踏入社会 接触不良的环境 也是导致女儿今天解决的原因之一 那么当初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苹果 又是怎么样辍学的呢 当初他辍学的记录在这里 入学时间05年9月入学 那06年9月的时候 这个入学的时候 点的时候他已经辍学了 我们这边有助这个辍学 在苹果当初就读的中学 校长结合说 当初苹果辍学的时候 学校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这份辍学学生动员表中 是这样记录当时动员情况的 三次动员都是在2006年9月 几乎每周都去一次 在最后一次动员说明中写道 学校又进行了两次动员 中英学生本人无法联系而告失败 后来与村干部联系 那么当时的村干部 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村里面跟他爷爷奶奶说 要去读书 他爷爷奶奶他是批击日 就他就都是 他就死活时都不肯去 不是 村主任说 苹果的父亲被判刑之后 孩子一直有70多岁的爷爷奶奶照顾 但是提起自己的孙女辍学的事情 两位老人也感到很是无奈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景教授 李教授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的这种家庭的状况 包括他辍学的情况 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表述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心理状态 您怎么评价他产生这种行为的背后的原因 那么这里头很大一份原因都在于 他的早年的这个情感的发展有问题 他四岁就没了母亲 在心理当中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人的一个依恋的情感的一个终端 就是他这个依恋期 他会让孩子形成一种依靠和安全感 我们正常依恋应该是有妈妈还有爸爸 可是这个孩子的依恋 他的爸爸我们可以看 他几乎没有一脸 尽管他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我认为当他妈妈没有了以后 他实际上从心理人也是拒绝父亲的 因此这种拒绝在于什么呢 我自己闯天下 你看他现在说话的口气都已经带出这个味道了 我们在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结论 就是未成年的问题是成年人造就 那么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父亲表现得很轻松 甚至蛮不在乎 那么他可能觉得 因为我已经管不了了 所以让你们公安机关把他抓了算了 他为什么管不了 因为他根本没有付出 他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除了家庭背景给他带来的这种影响之外 他的这个辍学的经历 包括他在社会上后来认识的那些人 带着他走上了一条吸毒的路 然后他又不得已以饭养息 这个过程和社会是不是也有直接的原因 是就是人的发展 他是一个台阶到一个台阶 也就是说我们讲一般孩子学习 他是为了获取知识 然后他是受到某种培训 他形成一种生活能力 而这个孩子他没有形成这一切 他就开始接触社会 所以他犯罪呢 我认为是几乎是必然的 福建仙游地处福建东南沿海 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山区县城 而我们这次采访中了解到 在当地农村每年开学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学生因各种原因辍学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 正赶上学校刚开始不久 对于今年十九名辍学学生 老师们又开始同学 您是吴国欣奶奶是吧 对啊 是是 那个吴国欣在家吗 不在家 他要去哪里了 去读 也就 首领 去苏州 吴国欣的奶奶说 吴国欣不愿意胡书 暑假去苏州投奔 在外打工的父母至今没有回来 而我们赶到了另一名辍学学生 林建波的家时 发现家里门窗紧锁 他的亲戚说 很久没有见到他的家人了 家里比较苦 然后他户亲叫他出去 叫他出去 去就是赚一些钱 像我们这边村的 有四百多口了 到现在的小孩子出去 打工以后不到六四口 村里就是老头子 七八十岁 那时候再过二十年三十年以后 亲戚就没了 林建波的亲戚说 他们村在偏远的山区 经济不发达 田间地头的劳作 仅能解决温饱问题 如果不下展打工 就没有任何收入 所以村里很多父母 都带着孩子在山外打工了 而像这种情况 在其他的村子 我们也有发现 我们农村里面一句笑话是 九九三八六一部队 九九指的就是什么 从严界 从严是老人界 三八指的就是三八护女界 六一儿童界指的是儿童 所以我们村里只剩下老人 护女和儿童了 青壮年老中里都出去打工 或者是生意 所以我们找不到人 我们的动员只能到此为止 我们在尤阳中学 对今年十九名辍学学生 进行动员的结果来看 因为厌学或外出打工 而辍学的学生有十六名 那么当地学生辍学的详细情况 又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到了先游县教育局 我们07到08年度 我们小学在校的学生 有九十九百三十九年 辍学十三年 这个年辍学零 零点零五 从数据上显示 当地义务教育阶段 初中生辍学人数 是小学辍学人数的二十多倍 而初中学生 又大多处在青春期叛逆期 过早的辍学进入社会 很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 教育局负责人说 针对农村学生辍学的情况 他们想尽了办法 但即使学校和政府 进行多次的家访动员 仍会有不少学生不学 这一点 基层的学校是最有感触的 有的那个孩子 根本就不显飞了 他就这样 你说真的又 又应用到法律 是吧 一无交易法里面就在规定 把父母盖上法律 这可能性根本就很小 是吧 在我们农村里面 这种可能性 可以说是非常小 老师们表示 目前对于这些 执意要辍学退学的孩子 除了尽可能的动员之外 他们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而承担维护社会 稳定职责的公安机关 对于这些 过早不如社会的孩子们 也有着不少的困惑 这里面有一个第二层次的保护的问题 就是社会 学校 对孩子的教育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在当地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样的保护也不能够完全到位 所以我们谈到这一步 就有一个下一个问题了 就是要超出学校范围的一种社会保护 我们老说综合治理 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谁来管 对 这个问题就很难操作 像这样的孩子 一次动员 两次动员 三次动员 他就是不来 你甚至找都找不到他 他的父母在哪里都不知道 这个作为学校来讲 就很无奈了 首先我们第一个意识 就是应该以法律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在法律运作过程当中 第一个考虑就是说 你要把它设计的很合理 然后第二呢 就是可操作 像英国 他在法律规定当中 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 就是如果在一个人 他没达到成年的时候 他的监护人出现 监护上的这个 就是不到位的问题 他社区就会有人专门提出来 他社区都有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就负责提出这个要求 就是说他的监护人已经出问题了 那么需要改换监护 那也就是说呢 他在法律规定上非常完整 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是 苹果这个案件在当地已经有检查机关批准逮捕了 苹果要和法律之间进行一次严肃而认真的对话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事件之后 苹果的生活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会 感谢您关注本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同一期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